各位好,欢迎又来到有根有据的运动公社频道 今天我想讲一下温布顿赛事 今年不让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选手参加 原因当然是因为乌克兰那场战争 所以在今届温布顿和其他在英国打草地的职业网球赛事 我们都见不到这些球手,即白俄罗斯的女将 萨贝尼卡,萨贝尼卡,还有俄罗斯的男子的名将 梅德威迪夫,还有乌布顿 这四位球手我们应该在今届夏天的草地赛事 在英国举行的赛事,包括温布顿都见不到他们 究竟温布顿这个做法是否合理呢? 其实说回来,温布顿不是第一个 不让这两个地方选手参赛的运动赛会来的 在北京的东残澳那里 其实已经是完全不让两个国家选手参赛的 还有其他运动,比如羽毛球、体操等 都已经不让这两个国家选手参赛的 但是我估计网球受注视的程度是高过刚才说的几项 运动或者项目 而且在网球界里面 又真的出现了不是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反对声音 ATP和WT都反对温布顿的这个做法 那我们不如就看看为什么温布顿要这样做 其实就类似西方政府 因为西方政府现在制裁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甚至不仅制裁这两个政权 甚至不仅制裁这两个政权 连那些富商,比如亚伯摩尼治 这些俄罗斯的寡头 这些个人都制裁了 当然俄罗斯寡头的关系 大家可以看回之前那段讲 阿斌莫尼治和普京关系的那段片 对西方政府来说 他们有这样的逻辑 就是他们觉得 如果制裁这些富商或者寡头 从而令到普京受到更大的压力 或者这些寡头 因为自己的私人利益受到牵连 而被压力 普京就有机会可以阻止到普京 继续让军队入侵普克兰 但是我们现在看下 温布顿赛会的声明 当然温布顿赛会 都是说他是要去执行政府的指引 所以是这样去决定的 但是他在一个声明上就是 不可以容许俄罗斯的政权 因为俄罗斯或者白俄罗斯选手 参加今届温布顿 而得到任何的好处 所以你看到那个逻辑就同 西方政府制裁俄罗斯 或者俄罗斯的某些重要的人物 这个逻辑是有些分别的 因为温布顿没有说 这样可以给到压力 普京的 那当然了 究竟西方政府 针对亚巴摩尼茨那些寡头的制裁 是不是真的可以令到普京的政权 有足够的压力 不去再进入乌克兰 这个也是另一个可以讨论 不过不是我们这段片 可以有时间深究的话题 但是我想指出的就是 你看到 温布顿赛会的逻辑 跟西方政府有些分别 而且很特别的一件事 就是如果我们尝试翻译 这个温布顿的说法 做我们平时不明白的说法 就是说 这两个国家的选手是不能赢球的 因为他们如果赢冠军 打得好成绩 就会被普京的政权 拿来做宣传工具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觉得 梅德韦迪夫 或者阿西兰卡他们 就比较无辜一些了 因为跟他们的那个立场 跟他们做了什么是无关的 现在他们被温布顿赛会禁赛 完全全是因为他们有机会被普京政权利用 成为宣传工具 而他们就不可以参赛 所以在这件事上面 我就会比较认同ATP或者WTA的那个说法 因为你现在是建基于他们的国籍 而不让他们参赛 就算好像现在在巡回赛那样 用中立选手neutral的 这个运动员身份参赛都不行 但是 不是用他们的行为来判断他们能不能够参赛 而是因为他们的国籍 就不能够参赛 这个是那个争议所在 所以ATP也好 或者女子那方面的WTA 都是说这样其实就是歧视 而WTA这个组织 你看到这幅图上面 有黄蓝色尸带 支持着这个乌克兰的抗争 拒绝抗拒俄军的战斗 也都在彭帅事件那里 来到去做了一些很大的动作 停止了在中国的这个业务 就说明了 应该今年2022年 都不会有WTA的赛事 可能就算没有疫情也是的了 都不会有WTA赛事 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上演的了 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WTA和ATP 立场很鲜明 而且WTA不会因为你所牵涉的政权 是不是一个西方的政权 而会有些所谓的很明显的双重标准出现 如果温布顿赛会真的担忧 如果有两个选手会被普京利用 成为这个宣传工具的话 其实他都可以担忧 比如像斯斯帕斯那样 斯斯帕斯的妈妈那边是俄罗斯人 如果他赢了温布顿蓝丹冠军 那普京就是说 我们俄罗斯人的后裔去到这个参赛 又可以证明到我们俄罗斯的伟大 理论上都有可能发生的 那你是不是要禁止斯斯帕斯下次 下年参赛呢 如果下年不幸地这个战事还未完结的话 所以与其你因为他们的国籍出生地 或者护照来不让他们参赛 是不是应该用另一个做法 就是如果他们都没有表过太系支持战争的话 就可以容许他们参赛呢 就是比如在弗尼拿 弗尼拿当然这个世界的泳联 就是这个世界的泳联 他刚刚早前就是因为 维洛弗尼拿上年在东京奥运赛 赛了两面金牌的荣首 由于他出席过在莫斯科 普京有份出席的 那一个支持俄军 这个所谓特别军事行动的集会 所以他就颁了禁赛令 特别颁给他 那是否应该用这种模式来做呢? 因为如果你用一个他有没有表态支持这个战士 来作为一个判别标准的话 你就不是用他的国籍的护照来做判别标准呢? 那就合理一些 而事实上乌克兰的女将Sbitolina也不认为要全面禁止两俄选手参加网球赛事 他自己曾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WTA、ATP和国际网球联会ITF应该要求俄罗斯和法俄罗斯的选手来回答这几条问题 包括你是否认同、你是否支持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你是否支持普京和鲁卡申科 即是白俄罗斯总统的这两个政权 换言之Sbitolina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是支持这两个政权 你是支持入侵的话就应该被禁赛 奥古Sbitolina的建议就比较合理 但是也未必是最能够被我这些人接受 因为第一件事就是 其实是否只是这两个国家的选手才要答这些问题呢 第二个我觉得更加重要就是 其实参加一个运动比赛 你是不是一定要有特定的政治立场才可以参加呢 即是如果你温布顿是为了决出世界上最能打草地网球的球手的话 你应该是开放给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参赛的 你不应该是要去过了某一些政治审查 才去容许他参赛的 如果不是你那个比赛的意义呢 就有点奇怪了 当然我要强调 我认为我们要理解Sbitolina现在 就是他国家的国土被人入侵 可能他自己的亲朋戚友都面临很大的困难 甚至有死伤的情况之下 有这样的建议 这个是很正常的 但是不代表我们要认同他所有的主张 还有一个我觉得 如果真的要处理这么棘手的政治问题 我觉得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法 可能就要参考FIA 即是国际赛车联会的做法 因为他是要求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选手去签一个声明 但是他签那个声明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不是问你是否支持普京或者努卡申科 不是问你之前不支持战争 而是他只需要说明 我不会expect any support 我不会公然支持这个侵略行为 我不会公然支持这场战争 这个做法跟刚才Sbitolina的要求有点不同 因为Sbitolina就是要求你说明我去反对普京 要求你说明你是反对努卡申科 但是FIA就是要求你不要去表态支持战争 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即是他不是用一个政治立场去阻止你参赛 而是说你不要做一些事情 令到国际车坛会尴尬 可能你做一些事情 令到国际汽车运动 会因为你的表态而捲入一些政治纷争的做法 当然我自己的立场就是反战 也觉得整件事最大的责任 最责是在普京和他的政权身上 但是运动当然和政治有关 但是问题是我们如何处理经济运动 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这个就是永远最棘手 也是最多争议空间 你未必认同我 没问题 虽然我不觉得温布顿这个做法是合理 但是始终相对起乌克兰的人民 或者好像也门 以及其他现在受到战乱所害的平民百姓 或者甚至全球各地因为贫穷而被压迫的穷人来说 那么这些梅德韦迪夫 阿萨巴英卡他们 不能打温布顿这个问题 其实是未不足道的